每场必争,这是中国女排本件事竞赛的原则,即使提前出现,也全力复印战荷兰女排,最终经过四局的比赛,中国女排三比一力转的荷兰女排,取得了第二阶段以来的六连胜。 而四强的对手将是之前球队小组三输过的对手,意大利女排,赛后拔布会上,主帅郎平直言球队不应该去挑选对手,为了挑选对手来输球,想冲进决赛,都要面对对手。 而中国女排派出全主力阵容,以及全力以赴击败荷兰女排获得H组第一,也就做好了再次强迎战意大利女排的准备。 或许,意大利女排由于之前击败过中国女排,以及两队最近五次交手都取得胜利,会觉得碰到中国女排会更好打,但中国女排也二藏取胜了武器。 其中主帅郎平的胜藏部,则是中国女排界,时候完成对意大利女排一见之仇的关键。 在中国女排和荷兰女排的比赛中,郎平让朱婷扮演进攻和保障的双重角色。 在荷兰女排快要适应张长宁的进攻节奏时,就换下张长宁而换上李莹莹,临场的灵活变阵,也是郎平作为教练非常厉害的地方。 这场比赛不排除意大利女排由教练来观战,但郎平就让对手看不清如何出牌,与此同时,随着张长宁、袁新月和颜宁的状态回暖,以及李莹莹的快速成长,也让郎平有更多的底气去复仇意大利女排。 之前中国女排输给意大利女排,主要是朱婷一人支撑球队进攻,而且防守越线,支不了意大利女排,而现在全队迎来爆发后,中国女排就可以给朱婷分担压力了。